阿嫂, 派人多回來了 好了… 交錢… 交甚麼錢? 不是呀, 答應了老爺婆婆 星期六帶她去開屏, 看丟樓 而且是浸溫泉的 回來的時候, 去唐山吃黃線飯 你記得了嗎? 真的不記得了 你真是的 每個都付錢, 只有你倆而已 老公剛給悠悠報了一個數學輔導班 星期六就開課了 阿嫂怕去不了 怎麼無緣無故替兒子報學習班 平時應該關心一下他吧 你真是拿來不還 當然是因為他學習成績不好才替他報班 其實我認為一對一, 找家教最好 你不說話, 家教很貴 你以為這個很便宜嗎? 比錢的家教便宜很多 就是那地方遠了點 有多遠? 黃石路那邊 黃石路? 是 你夫妻都可以了 省了幾百元, 側兒子沒有雷工那麼遠 省了幾百塊錢, 省了很多 那你倆決定不去吧? 去不了 去不了, 老實說, 看店 好 你放心吧, 這間旅館我也有份 真的不用吩咐 總之呢, 你陪爸爸媽媽玩得開心點 我保住兒子, 安安全全就行了 那我先進去 好 老公, 悠悠, 吃早餐了 來了… 來, 爹, 今天這麼正確的 你忘了, 今天周六, 家人都去開兵玩兒去了 哦, 是的 天佑, 今天來補習班人上課了 知道了, 要不然我小時候起床 行了行了, 趕緊吃, 吃完還要去呢 好, 老公, 趕緊吃, 去吧 好… 來… 劉家明 叔叔, 早安, 阿姨, 早安 早安… 早安… 你餓嗎? 是呀…我餓你 你爸爸媽媽帶你去哪裡 沒有, 我們幫他報了一個數學培訓班 現在送他去搭巴士 是啊 阿姨, 你這麼牛鬼馬大 還要爸爸媽媽送你很低便 叔叔, 阿姨, 再見 再見 再見… 爸爸媽媽, 我自己去扶桃班 不用你們送的 是呀, 兒子… 你懂路了 當然懂, 我又不是山水死蚊子 是 就是那個路挺遠的 你一個人行嗎 我這麼大, 肯定行 還要你們兩個送嗎 讓我看見好魚, 不用了 是呀… 你這個臭小子 我和媽媽也是緊張你 你還在那兒發瘋 行了…孩子長大了, 都上初中了 而且你又高馬大的 也得讓他自己獨立一下 要不讓他一個人試試 好了…既然這麼說 記住, 不識路就問人 還有, 問就問穿制服那些 不要三九不識七都問, 知道嗎 知道了…你快點回去, 就跟著我 好呀… 你慢點 好想看車呀 來, 出去逛街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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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婆 你說天佑應該到補習班了吧 這都十點了, 咋都到了 那也是 老公, 你先看著 去個洗手間 行行行行行 你好, 禮花人家 好呀, 爹地 歸巴放在來 既然, 你怎麼覺得 有犯下什麼 我更想看看 外親, 行行行行行行行也 好… 他怎麼回家 導演 一 Сейчас 成功行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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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 小狗 喂… 我怎麼蓋了手機 喂 是我 你現在馬上把你家座機的電話扔掉 好… 扔掉了… 由現在開始, 你就不可以用家的電話 也不可以用手機, 除非我打來的電話 你就一輪被接 好… 我等會兒會放一個帳號給你 你收到之後, 馬上載五十萬過來 行… 你說甚麼就甚麼 總之你不要傷害我兒子 記住, 千萬不要報警 我的人, 二十四小時急著你 如果你夠膽找東西 我就把你兒子的手指一隻一隻 砍下來 不…你…我肯定不會報警的 你說甚麼報警 你千萬不要報警, 不要報警 行了…你出甚麼事 行了… 爺爺, 上來看報 行了 行了… 行了, 進來… 進來… 甚麼… 又被綁架了 肯定是去補習班的時候 被人綁架的 不會吧 咱們家不是土豪吧 也不是富豪吧 是綁匪看著咱們家, 甚麼事 你是不是搞錯了… 肯定不會搞錯的 我聽得清清楚楚電話那邊 天佑在那裡叫救命啊 哎呀呀呀, 都是媽不老 媽不應該讓你一個人去不去媽媽 怎麼了怎麼辦 老婆, 你… 這些都怪不得了你 其實我也有責任 不過你現在哭沒用的 想辦法怎樣籌錢去救天佑 好過了 你籌多少錢… 五十萬 五十萬 哎呀… 咱們家一共也就才八萬塊錢 讓她去抽五十萬 又又沒了… 又又沒了… 不…不…不… 老婆, 別這樣… 不要…別想那麼多了 事金馬行田 我家幾天不在 我拿個房產證明 把房子賣掉 照…照計都夠錢去救天佑 這哪行啊 你以為這賣豬肉啊 一手交錢一手拿貨 這賣房子 這圓水救不了金戶 再說這碰成證 也不是你的名字 怎麼呀 那…那你說怎麼辦 我們…我們去借錢去 你更加不行啊 借錢 我們家人不在這裡 誰肯借這麼多錢給我們 我們…我們拿東西抵押唄 我們抵押人就借給我們了 你拿來講的 我們有沒有這麼值錢的意 拿去抵押才行 你習慣大物不能賣啊 那習慣大物有一份是你的 不是… 我們把那一份 我們寫個抵押寫藝書 我們就拿那個決定啊 好嗎… 好嗎… 不… 你說得有點道理 儘管幫幫幫 快點… 李老闆 一向都合作而壞 你別多通融兩天這麼多 我已經很通融了 你之前答應過 前天就把貨款匯給我 但誰知道今天還沒匯 我這麼迫之無奈 才追上來找你 李老闆你聽我說 你看我身高頸 我怎麼會沒錢呢 是吧 我主理就摘在我股市那裡 那你今天… 今天你又不開市的嘛 你多等兩天 等我一開市 我就馬上斬倉 就賺錢給你 過兒… 過兒… 行了… 大哥… 江湖夠急 不要說那麼多 借著五千元 五千元給我兩天給你 好嗎 不是呀 過兒 我過來想問你借錢的 你快過來問我借 你先 喂 你是不是這樣 你有沒有江湖待義的 你聽到我問你借錢 你又倒閉著頭 你問我借錢 一場生性 你敢對我 不是貴員 不是這樣的 老公真的有事跟你借錢 我們家等著救急的 你怎麼急呀 我比你還急 你整個債著洞鬼都在那裡 喂 你別說那麼多 你五千元兩天 你兩天而已 不是呀 貴員 我真的比你急 你借給我先 不是呀 你借給我先 不是說你借給我先 你借給我先 好呀 你們 要不要我借給你先 好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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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頭 我… 你以為多叫兩個人過來 早上帶龍蜂 我就不用你還錢了 不是呀 不是呀 這個不是我叫過來的 他住在旁邊的屋 我的親戚 我馬上就… 我找呀 人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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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才還在 不是呀 你老闆麻煩你 兩天 小丸姐 你說了半天就是要借錢呀 你看你這麼客氣半天 真是 你說咱倆誰跟誰呀 來…你這樣有錢 說吧 要八百呀 還是一千呀 不是 那個是四十二 四十二元而已 四十二元而已 來…五十元不用… 不用… 我還好… 不…不… 不… 是…四十二萬啊 什麼啊 四十二萬 四十二萬 五十元 人民幣 不… 不… 是…是按娘吧 他…他突然病了 病了以後吧 他…他要動一個大手術 他動完手術吧 他還在住很長時間的醫院 所以按得邀請 你娘病了 不會吧 昨天啊河南老家那個表弟結婚 按給他打電話祝賀的時候 他還說你娘也去參加婚禮了 那…那咋今天就病了呢 還得做手術這麼嚴重啊 不… 脆紅 你…你別管我們什麼理由 總之我們借錢就不會不還的 是吧 就算我們不還 你們不用怕的,沒有損失的 你知道西瓜大屋我…我有份的 我…我拿我的份來抵押 是… 我都寫好了 你…你看看… 真是西瓜大屋的協議書 是… 那… 這次你可以放心借錢給我 是嗎 駱哥 駱哥…來… 那些貴重的東西你先拿回來 不… 就是這樣 那…我們呢都很想幫你們的 但是呢,剛巧呢 那筆錢呢,我們拿去曾成買屋 給了首期 那…現在呢都慢慢緊 刮沙都可能不多夠 所以… 不好意思 這次真的幫你不到 是呀 那這就沒有辦法了 那老公咱們再想想別的吧 是呀 謝謝了啊 那… 媽媽啊 老公 你看你爸媽不是剛給了咱們一筆錢 讓咱們交房貸用的嗎 咱不先借給他們 你看他們倆子的 你看看你的樣子 好像你真的想借錢給他們 那樣子 我懷疑你那樣子 你看不到香蘭姐剛才的樣子 很明顯是在說謊 還有光哥 她老老實實的嘛 又不說謊 但今天居然拿了那張協議書 來抵押 喂,你不覺得很奇怪嗎 原因呢,只剩一個而已 小元爺 是呀 就是他們肯定是想自立門戶 借錢在外面賣屋 我借錢的原則呢 就是夠急不夠窮的 像這樣的情況 我幫不了他們 沒想太多事了 來…外面看有沒有客人 是呀 老婆,你躲現在怎麼辦 我們還可以問誰借錢 老公 這個媛媛她爸不是開到市場嗎 是呀 要不跟媛媛說出來 她跟她爸借錢 是呀 馬上去找她 你想拿這份抵押協議書 給我爸借錢嗎 是呀 對對對 她也是沒有辦法再跟你借錢的 是呀 啊,我醒起來了 他們之前就懷疑過 我和冰冰 想分康法康審的身家 難道這次來試我呢 如果我答應了他們 那不是說我想去他們的西關大安嗎 喂,借錢而已 你不用想太久了 光哥,香蘭姐 我想起了 我這次也幫不了你們 為甚麼 因為我和我爸翻臉了 他說我不回去幫我打理那間豆豉廠 他現在就要追我 還給他十八年的費用費 那…這樣啊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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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借了一圈了 這錢都借不得了 這咋辦呢 那綁匪打來 姐呀 我… 喂 那錢還沒回來的 是不是不想見你的兒子 不… 大哥,你聽我說 我現在整副身家 只有八萬元 你大喇喇現在要五十萬 我當然要到處去借 問題是我現在走一圈了 認識的人都借不得了 我… 我…我真的聽了你講的了 好吧 既然你聽我說 那我就通融一下你 那…你會八萬元過來 就當你兒子的保命費 那剩下的錢 你再繼續籌 籌到多少就馬上回來了 好好好… 謝謝… 認真謝謝… 他沒聽錯吧 你也跟他說謝謝 謝謝…這個矮錢到的 你保證他還想怎麼樣的 老婆…你…你不要這樣 現在我們這隻… 他…他肯通融啊 已經很給面子的了 他二十四小時監視著我們的嘛 這樣…趕快匯了個八萬元給他 兒子應該暫時沒事 你…孩子還在他手上呢 行了…我現在馬上去匯錢 好…你…你…你不要去… 你在家裡等先生 你小心點 好好好…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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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因為沒說過搶的 これで拒絕了 他還能用到手拿來 他還沒用到手拿來 你用到手拿來 他就算把手拿拿來 用不清 把手拿來 我不是用不到口罩 你不用用了 我才不用用 你住手 郭哥, 忍住… 郭哥, 小心 郭聰衛 這裡是哪裡 這裡是醫院 你在桂圓機面前暈倒 那我就送你來醫院 桂圓機? 是 我還沒回款 不行, 我馬上回回款 郭哥, 你先休息一下 小心…何況 桂圓機一早退了你的卡 甚麼?退了? 他怎麼會吞到我的卡 那你操作超時就吞了 糟了…糟了, 糟了, 糟了 糟了, 糟了, 糟了 不行, 我馬上去銀河拿回卡 郭哥, 郭哥 兒子 媽媽, 我回來了 你真是要老媽的命 媽媽, 才幾個小時沒見 要不要這樣 兒子, 他們有沒有虐待你 虐待? 有啊, 他們發了一大大書券給我 你…你說的他們是誰啊 不就是補助老師 老師 你…你不是被人綁架了嗎 綁架? 當然沒有了 誰玩聽到被人綁架的 媽媽, 難道那是詐騙電話 糟了, 你不要還會錢給你的騙子 把他趕緊打電話通知他 好聲啊 電話響了 你怎麼不接電話 你的電話不能接?不能接的? 不能接?我知道, 債主是不是? 你老婆來的, 你不能接的 你不要搞個電話, 行不行嗎? 我知道了 你肯定外面有小三, 你真是真是 不是呀 總之你的電話不能接 我… 我拾起密碼了… 哥哥… 急死人了, 他…他咋不接電話呢, 他… 對了, 他一定是怕被綁匪監控 他…他不敢接 嗯, 但是還怎麼能讓他知道 兒子已經平安回來了呢 好簡單的, 我掃給 發美傳媒科目的了 對了, 對對對, 你把這事給忘了嗎 喂, 老公啊 兒子已經平安回來了 你千萬不要轉賬了 那是詐騙電話 爸, 趕緊你站那兒 給你拍張照片, 給你爸發過去 師妹, 你再說兩句話 準備 好了, 過來過來 跟你爸說 哥哥 不用走那麼快 我看甚麼事, 說甚麼好聽 你別管了 我接電話, 我幫你接, 真的 天佑有照片 哥哥, 來… 不要急…我按給你聽 老公, 兒子平安回家了 你千萬別轉賬了 爹地…我回家了, 我沒有被人綁架 就是說, 天佑根本沒有被人綁架 是呀, 沒有呀 放棄… 天佑 爹地 是呀, 你沒事就好 哥哥…我聽說, 你接了那些詐騙電話 你沒有回錢過去嘛 幸好剛才我嚇到暈倒了 否則真的全副身家都沒有了 乖乖, 幸虧老公的英明 但是沒有花錢給你 幸虧, 你幸虧得過我 幸虧我, 我沒有錢給他 你真是… 原來你被人欺騙嗎? 我還以為… 以為甚麼? 是呀, 以為甚麼 沒事… 來…別說太多了 總之現在想起就激鬼氣 被騙子騙得妥妥令 是你這麼笨才是騙子騙子的 我連東芯寄了多少這樣的電話 又不見我被人欺騙 下次你收到這樣的騙子的電話 麻煩你找我這麼聰明的人 先商量一下 車… 男性… 你不但有倚草網絡欠費 而且還涉嫌經濟犯罪 你們倆是不是 不… 我現在馬上轉賬 轉賬之後我再跟你說, 好不好 你先說清楚 男人是… 男人… 男人… 女人…… 我說啊 你老餵 你… 你別生氣了 好不好 我求你了 你腦記鞋呀 這… 看甚麼看 幹甚麼 你老實說, 你和那個女兒究竟是甚麼關係 我們就是同鄉 只是同鄉這麼簡單 大腦腦六萬人 你同學商量都不商量一下 你就吼一聲就給了她 是不是舊情人 甚麼舊情人的 我們就是同學 你別多想好不好 只是同學這麼簡單 那有沒有別的情信 情書 我那個時候寫字都是歪七扭八的 我不好意思跟人家寫情書嗎 有沒有碰過人家的手 那握手算不算 打肩膀呢 那要是排隊不小心碰了一下算不算 那有沒有 甚麼都沒有 我發誓我跟她就是同學加同鄉的關係 那為甚麼這麼多人都不借 誰都要問你借 人家要蓋房子 蓋房子, 你明白嗎 在我們鄉下蓋房子那是頭等的大事 好 我暫且相信你跟她沒有甚麼關係 但你現在開了個頭 以後那村的人 一個一個來問你借錢 那你是不是又是隨隨便便借給人 哎呀 在我們村裡我不就是著名的企業家嗎 你說人家才借六萬塊錢 如果這六萬塊錢我都不借給人家的話 那一傳出去在我們村裡 那我還怎麼回村裡 既然是這樣 從今天開始 你的錢全部都交給我 那可不行 我是個大老爺們 再說了阿小也是個老闆 花點零塊錢 我都得從你那拿 你不交給我的話 我怕你以後連零用錢都沒有了 你放心吧 我老友雖說沒甚麼文化 但是我不糊塗 該借的借, 該給的給 不該借的, 不該給的 我只該不借不給 你的意思就是說 你不應該給我了 哎呀 你肚子 你肚子 你肚子有多少錢 我只能買我錢 這個我們珍貴 寶物 你是否想要我包兒子 說甚麼呢 我怎麼會包兒子 那為何不可以 你有多少財產 我眼也不知道 是不是 那…那又是怎麼交錯 你是男的, 我也是女的 平時你不是經常說男女平等嗎 怎麼到現在男女就不平等了呢 廢話, 我明天不回公司了 你不會是要罷工吧 我去肖慶行不行 你不是安排阿祖去吧 我現在安排我自己出差行不行 廢話, 老頭 你這不是故意躲避我嗎 對, 我現在也發現 目前的這個股市行情不錯 看來呀, 俺應該買點股票 玩一玩 俺這麼多的錢放在銀行裏 也應該拿出來, 拿出來 搞搞投資了 說不定啊, 俺借出去的錢 還能賺回來 好好好, 好好好 兄弟啊, 謝謝你啊 俺借出去的錢還能賺回來 長連線, 對對對, 拜拜 拜拜, 拜拜 請見 牛哥啊, 我們一起去吃飯 你去不去呀 不去了, 你們去吃吧 給我打個包啊 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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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你好 你好 這裡是電信局 很抱歉通知你 您在陽江有一筆異常網路欠費兩千元 請及時處理 你做啥 俺在陽江 有一個網路欠費兩千元 我什麼時候去過陽江啊 如果您對本通知有罰疑 我可以幫您轉到陽江市公安局進行查詢 請稍後 公安 喂 喂, 你好 你好 我是陽江市公安局廖警司 廖警司好 不是 不是 剛才那個電信局啊 給我來電話 說我在陽江啊 有那個網路欠費兩千元 這這到底怎麼回事 您給查清楚一點好不好 可以 您全名叫什麼 你 你牛三星 身份證號碼是多少 身份證 您等等等等啊 您您記一下啊 41070019 570825 3257 您您聽清楚了嗎 查到了 你不但有遺側網路欠費 而且還涉嫌經濟犯罪 你不但有遺側網路欠費 而且還涉嫌經濟犯罪 你不但有遺偏網路欠費 因為他們全面的 您確認 然是 老婆 補安全 是 前吐 我 你不在說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为什么牛哥不在呢? 很正常, 或者去了厕所被人约了出去 你也放在桌上吧 也好 您等等啊, 易先生啊 等等等等 好了 我到了没人的地方了 您说您说 您现在打开电脑 好好好 好了 打开电脑了 现在打开电脑 登控中华人民最高人民检察院网站 网址我已经发到手机那里 请按照我给你的网址登录 好好好 啊 俺真的被通缉了 罪名还是 奋度喜闲?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會不會是被利用了 牛總 這次我們投資的電視劇 辛苦你了 幫我好好製作 您就放心吧 我們這齣電視劇 從演員到製作的團隊 那都是全國一、二人 有你的話 我就放心了 等這部電視劇殺青以後 我請你們全個劇組 來我們楊國旅遊 那就我代表我們全體的劇組人員 先謝謝盧總 來來來 這杯酒 我敬你 我想起來了 去年我們拍的那一台 電視劇那個投資方 就是楊江的 難道說這小子是洗黑錢的 這小子真是把我害死了 不是吧 還在通話中 這麼說不說的 不會是趁著我不在 真是跑去找一隻狐狸精 不會的 哎呀 哎呀 怎麼睡著還沒跳 不是有什麼事嘛 阿祖 阿祖 你馬上跟華女兒帶軍仔去找牛哥 一定要找到他的位置 找到了之後 馬上通知我 好嗎 我說伊先生 我真是被冤枉了 看著 啊 如果他們真要是洗黑錢的話 那麼我也是被蒙在鼓裡的 伊先生您一定得幫幫我呀 這樣吧 我可以幫你申請財產清查 你一定嚴格按照我所指示的 步驟操作 操作期間 千萬不要跟任何人接觸 不能接任何其他人的電話 哎 一定一定一定 放心 你先告訴我 你哪一張銀行卡里的錢最多 啊 就是我以公司的名義 啊 開得公銀行的卡最多 那你 你私人名義開的呢 私人名義上下 哦 廣發廣發廣發 有開通網頁嗎 有有有有有 那現在就先進行第一輪操作 哎 你聽聽聽說 你聽聽聽說 牛哥 哎呀什麼裡面啊牛哥 牛哥你在裡面認下我們啦 喂牛哥啊 牛哥 牛哥 這麼久都沒有人認 原來牛哥不在裡面啊 哎呀 那我們還去哪裡找他呢 那賊屋那樣呢 沒理由裡面有人認啊 不如這樣啦 我們去牛哥經常去的地方找一下他 好嗎 好啊 走走走走 易先生 他們都走了 家裡沒人 啊 您 您說您說 啊 您說 這 哎呀 哎呀 易先生您快說 我手機快沒電了 啊 那你趕緊充電 我以後再打給你 好好好 我馬上充電啊 馬上就好了 好啊 充電啊 充電 充電 是媽媽 什麼事啊 啊 啊 保羅被老師佛留堂啊 要我去學校 哦 好啊 我知道了 知道了 哎呀 華女啊 這樣的 現在我家裡出了狀況 我兒子就被老師佛留堂 我現在要去學校看他 啊 嗯 好 謝謝你 謝謝你 好 拜拜 喂 華女姐 我在酒樓也找不到牛哥 喂 不過我不可以再找了 我女朋友突然打電話 叫我去她家 去見家長 我現在去買東西 啊 那你們倆真的笨 好 我不跟你們倆計較 一杯柯華田 兩隻葡萄 我可以嗎 可以是嗎 那算你會做 好 你好啊 保安哥哥 今天是不是你直班 是啊 不過我待會就夠班了 哦 是這樣的 我想問你 你認不認得一棟五零二的牛種 你知不知道他去哪兒 他太太啊 找了他經常都找不到 擔心他有什麼意外 所以叫我來幫忙找的 哦 他由下午兩點回家到現在都沒出來過 在屋裡應該不會有什麼意外吧 啊 你就是說他整個下午都在家裡 沒有出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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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回不接電話啊 哎哎哎哎哎哎 一先生一先生哎哎哎 您聽著哎您聽到了吧 啊 剛才我正在充電了 現在絕對不會掉線了 您您說您說哎 哎 你現在登錄你的網銀 點擊轉賬 然後輸入一個我給你的國家安全帳戶號碼 這 嗯好 不是 網銀 啊 賬 嗯 是 八 六六六 二五 哦 完了 接著再轉賬金格那裡 輸入你卡里的餘額 餘額是吧 好 老公 老公 老公才來bn明啊 怎麼又 老公你怎麼又回來了 不行 我得把正事先辦了 老公 叫甚麼? 媽媽 牛哥, 救命 牛哥再不開門, 我衝進來 牛哥, 救命 你們倆真是…都算對得住我了 男女共處一室, 還要拿到舊樓 不是怎麼回事 她要摔倒我, 我扶了她, 不能… 不會, 我只是想進來救她 才能撞門跌倒 你們倆做了甚麼事 出大事了 你們倆是甚麼 不…不是, 甚麼事 甚麼事 我現在趕快轉帳 轉帳我再慢慢跟你說, 好不好 慢著… 幹甚麼, 我說清楚了, 你先走 現在必須馬上轉帳 不然的話就… 我現在馬上轉帳 轉帳之後我再跟你說, 好不好 你先說清楚了 好 她不讓我說 我跟你說… 她是這麼回事 就這麼回事 這是詐騙的電話, 詐騙 詐騙? 你給她電話給我, 讓我跟她說 她習慣了 你馬上跟我報案 走… 這…這不關我事的, 唐小姐 不關我事的 你登錄的是不是這個門診? 對… 就是這個檢查院的網站 沒錯 這個其實是一個黑龍的網站 不是真正的檢查院的網站 你看, 這個才是真正的檢查院的網站 根本你沒有被人通緝到 是不是?我都說是詐騙的 這次幸好是華女 如果不是, 你那張卡駕駛也沒得盡 為了避免類似的事再發生 從今以後, 你的錢財 必須交由我來保管 金仔 老婆, 真的商量商量 還不商量? 經過這件事就說明 由你來保管錢財是最靠不住的 如果你是一個負責任的老公 你們就應該知道 錢財應該由誰來負責任才是最可靠的 聽話 按一下 搞定 老公, 從今以後 你就算再被人騙也不騙你多少 因為你的所有錢都轉到一個 真正的安全帳戶 即是你老婆我的帳戶到了 你那是安全帳戶 可是我們賺完帳戶之後 沒有一點安全感 有… 總有一種是相當受騙的感覺 你這個意思就把我壓力了 不是, 你騙我沒關係 不過我有個要求, 你必須答應我 甚麼要求? 你要是騙你, 你就騙我一輩子, 用騙我 用騙我 這麼肉麻的 不是說天鵝被綁架 就是牛鵝被通修 聽起來挺可怕的 大家說是吧 是呀… 來…坐… 其實這些都是近來電訊渣電 常發的案件 電訊渣電 要防範這一類的電話炸電 主要是無亂分次 說到被小朋友綁架 應該是第一時間 跟小朋友出了聯繫 比如說可以跟學校 老師、同學去聯繫 直到搞清楚情況為止 萬一真的被綁架了 也要靠時光期間 千萬不要自罷自為 任由對方來擺佈 我老公現在還在家後叛 我一會兒就去告訴他 只要說到通緝令 牛哥,俗語也有句 對了,為人不做虧心事 半夜敲門也不害怕 你怕甚麼人說要你通修 是吧 如果警方真的要拘捕你 怎會打電話告訴你 那不是就通知你走路嗎 所以凡是接到領郵包 法院傳票 電話欠費 涉嫌販毒 涉嫌詐騙等等 這類的電話 你們記得 一定要跟家人和親朋好友商量 因為旁觀者稱,當局者迷 這是不失為一種好防詐騙的方法 明白 如果想上網因別查證的話 也不要登陸對方提供的網址 而是要查證登陸正式的官網 明白 謝謝副長 幸好有你 謝謝你 主要是大家在裡面提高警惕 那我就可以了 謝謝 謝謝